一点帮助都没有 实弹射击 子弹直接贯穿 这一段疑似拿国军抗弹版的实测画面 引发各界讨论 虽然国防部一再表示合乎检验标准 但立委点出不在于检验是否标准 而是标准不合时宜 更不适用 王定宇指出国军2017年采购的防弹背心 是依照美国司法学院测试规范 适用美国警察但并非军规 而美国在1990年2005年就有抗弹版军规标准 另外能否抵御共军线型5.8公里子弹 也是一大问题 现在我们中华民国买的国军抗弹版 三级抗弹版是用7.62去做射击的测试 但是中国早就没有再用这个子弹了 从1997年共军就全面换装5.8厘米子弹 97年到现在几年了 30年 如果采取美国的最高标准 事实上他们也行之有年了 所以如果到最后只是预算的问题 那我们应该在国防委员会会强力的要求国防部 在这里应该要把它补足 国防部则回应 军备局已在2022年5月研发新一代抗弹版 将参考美军ESAPI规范 订定符合国军战斗需求之抗弹备性标准 有效强化并提升官兵正常防护力 新唐人亚太电视 赞议好军用如台湾台北报道